好无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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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聊 嗯 我觉得有点无聊诶 我家的玩具全部都不好玩 今天的电视节目也都不好看 嗯 嗯 嗯 妈妈 我觉得有点无聊 觉得无聊 就自己找点试错啊 真无聊 话说回来 我这么无聊 到底是谁害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无聊 无聊 到底是什么呢 例如 有种游戏叫绑肉重转圈圈 真的很好啊 哈哈哈哈 但是 接下来呢 如果只是被绑成肉重 就好像很无聊 到底要绑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维持同样的姿势 好像也蛮无聊的 那我稍微改变一下 屁股坐的位置 这样会不会比较有趣呢 这样会不会比较有趣呢 来试试看吧 yeah 我先等下 We all learn 摆一摸 摸一摸 动一动 摆一摸 一摸 一摸 这样好像很好玩耶 摆一摸 摆一摸 这样好像很好玩耶 摆一摆 摆一摸 摆一摸 如果跟平常有一点不同 应该就算有趣吧 是不是真的越不同就越有趣呢 这种公园看起来好像很好玩 这种公园看起来就很无聊了 不过如果在这里调皮捣蛋 说不定会很好玩 自己不关心的事 大概就会觉得无聊吧 这些草很好吃 咦 你不吃吗 事情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时 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无聊呢 请问这是河马吗 不知道地上的小虫会不会觉得无聊 自动贩卖机也这么认为吗 掉在路上的石头呢 荣马娃娃的屁屁呢 吸管套呢 室外的冷气机也会这么响吗 因为穿了脚会痛而被丢在墙角的鞋子呢 因为太硬而被留在盘子上的红萝卜呢 笔心断掉的铅饼呢 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奇怪小零件呢 世界上最无聊的游乐园会是什么地方呢 摩天轮很低 云霄飞车很慢 几乎都故障了所以不能坐 鬼屋太不逼真 游戏太简单 果汁温温的 卡通人偶看起来很累 哇 那真的很讨厌 我才不想去那种游乐园 没想到冰冰想无聊的事 居然还蛮好玩的 明明是无聊 却很好玩 真奇怪 话说回来 这世界难道只分成无聊和好玩吗 好玩 无聊 咦 仔细一想 有时候只是脑筋一片空白吧 例如 换衣服 蹲马桶 刷牙 等红绿灯 还有 那种虽然不算好玩 但也不觉得无聊的心情 该怎么分类才好呢 嗯 例如 拨蛋壳 拨蛋壳的时候 比闹钟更早醒来的时候 或搭公车的时候 究竟是谁想出 无聊 这个词呢 那个人 为什么觉得无聊呢 如果 有三百个无聊的人聚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变得有趣呢 还是 无聊感会增加三百倍呢 几岁的时候 最容易觉得无聊呢 请问爷爷 从小到大 你觉得最无聊的事是什么 嗯 这个嘛 爷爷在讲 人生中最无聊的事是 好像很快乐 是不是 随着时间过去 这些无聊的事 就会变得好玩呢 有没有看起来 好像很有趣 其实是很无聊的人呢 有没有看起来 好像很无聊 其实自己觉得 很有趣的人呢 大人们 觉得无聊的时候 都怎么做呢 已经有什么方法 是我们小孩 不知道的吧 请问爸爸 当大人 是不是很好玩呢 嗯 好 好玩呢 真的都不会觉得无聊吗 这个嘛 有时候也会觉得无聊啊 不论是多无聊的事 只要稍微改变 一下自己的想法 事情就会变得 好玩咯 什么都没有 耶 迷宫花好咯 而且 真因为有这些无聊的事 所以 有趣的事 就会变得 更有趣啊 听起来 似乎真的是如此 可是 爸爸说的这些话 我之前早就听说过了 哎 真无聊 早 好 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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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